但是全民最大党除了搞笑模仿之外 竟然也掀起了一波美食的风潮 原来老涛台志源他只要没吃好 搞笑能力就会打折客 不但当起了交通警察在化妆室里领检便当 他更大辣辣的把生鱼片麻辣锅都给搬进了摄影棚 有一次吃便当的时候 一吃吃到第一口的时候 台哥突然在旁边 这便当难吃死了 那我刚刚要吃啊 对啊 他这种态度就马上 他摔掉说这是给猪吃的吧 然后你直接吃 那我要吃呢 然后我就觉得这怎么办呢 那你吃了吗 你还是吃了吗 我就等他走远了我再吃 模仿节目全民最大党 除了搞笑也创造了美食文化 上节目掀起一股不小的追随风潮 他录完了康熙来了 然后到楼下你们的摄影棚去 吃便当 偷你们的便当吃 太过分了 被台哥给抓到了 说 台哥说 你今天又没有录我们节目 为什么可以吃我们的便当 丞翰你这是真的吗 而且我还带一个回家 搜集各大好吃餐厅的名片本 就连老涛小S也想高价收购 你会愿意把这本原版的给我吗 我虚心地我今天拜托你好不好 我真的拜托你加两千 五千 六千打死 在美食专家台资源的把关下 大档的便当可不马虎 可是如果那老板说对不起我们不外送呢 我们请快递去拿 所以你们是第一个哪一家的经理自己开BMW来送菜 早餐店 为了维持吃的品味真的是不择手段 不但自创便当合菜法 去无存经法 就连小笼包麻辣锅都能搬进摄影棚 我们今天来到全民最大党的后台 而且我们就来看看他们今天到底吃什么便当 就来有请美食专家台志远 台哥来介绍一下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台哥 我们今天便当怎么样 我跟你讲 你刚刚看一下这个就是古早味 真正我们小时候的肉白骨 排骨 裹了粉炸过以后 还要用去卤的 这么费事的便当 就是用心做出来的 台志远可说是化妆间的美食警察 时不时就会领解每个便当 这个太好吃 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吃一个 你吃一个再走 摄影师希望你吃一个再走 好不好 来行的 70块的便当竟然有三样主菜 酒控则是最爱甜食和水果 锅个不挑有的吃就好了 不过看看大当的专属冰箱 竟然出现五星料理 生鱼饭 这好好哦 这什么 就是给谁的啊 给我的 你自己带的哦 没有 不过三四十个便当一次来 难道不怕吃不完 但是基本上我们这边菜都不会浪费 因为有别的剧组 或有别的地方会过来偷 好吃到便当常被别人偷 就连路玩影 老头台志愿还拉着阿谦 去虚拖 上次那家店因为太优了 太优了 只能站着 没跟着站着吃 没跟着站着吃 看看一次又一次的搞笑桥段 演员麦里的背后 灵感就来自一个又一个的便当 全民最大党不但造就特殊的次文化 也让大家看见美食的力量 很棒 很棒 很棒